慕尤丁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 觐见国家元首阿都拉陛下 并向元首请辞 陛下也接纳了慕尤丁及全体内阁成员的成词 因此慕尤丁现阶段将以看守首相身份执行职务 直到委任新首相为止 元首表示在疫情严峻之下 目前不是举行全国大选的时机 同时陛下也感激慕尤丁在过去的贡献 包括带领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在这天我把当代的贡献 我让当代的贡献 和当代的贡献 左行为什么 这是任主任的贡献 跟弘贼的护兰政策 随着丹丁慕尤丁辞去首相一职 他今午在电视直播中坦言 自己失去多数支持 且自己所提出的跨党派合作的建议 也被反对党拒绝 因此不需要再等到9月的国会议会来证明自己的首相合法性 他说任相期间的压力很大 面对疫情和经济危机 同时还受到了政治压力 另外他也谴责有人为了权力不顾人民的权益 同时他也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 自己在6年前因为不愿妥协一马公司舞弊事件而被革职 因此他坚持自己不会与盗贼为伍并捍卫司法公正 那我们的看守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也为自己在出任期间 所有的不足或是弱点向人民致歉 他说他和那个成员已经尽力做到最好 以拯救和保护人民在疫情期间的性命和生计 他也坦言作为人类肯定都会犯错和失误 他表示他过去一直都强调人民的福祉是国盟政府所重视的 并希望新政府能尽快成立以便国家的管理不会受到干扰和如常运作 另一边巫统各州联委会促请各阶层党领导支部及分部支持者 始终保持团结忠诚并且支持党的任何决定 他们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党领导层 根据巫统党章规定的指导方针遵守和捍卫党的任何决定 根据自由大毛的报道 随着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辞去了相位 反对党领袖急速召开了闭门会议 商讨共组联合政府一事 有消息人士指出各党领袖在会议上都希望能一致表示支持新首相人选 这样新政府就有绝对多数来治理国家 而新政府需要得到各方的代表 才能共同努力应对国家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 从昨天开始盛传首相慕尤丁在今天辞职的消息传出后 政局的不明朗引起各界关注 同时又在我国政局动荡影响下 令吉对医美金会绿报大约4令吉24仙 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而富士大马吉隆坡综合指数也在今天开市的前几分钟 就下滑了0.6% 自己转发等愈儿